教主盧漢廷和Stanley 邱士俊 今天出席西九音乐节的记者会 齐齐预告当日的表演内容 问到会不会抹衫表现肌肉 他们例牌你推我让 讲讲一下 还拖起影帝张家辉下水 脱衣服 他说脱衣服 脱衣服 我不会脱衣服 不会 不会 是很直接的答案 不会脱衣服 脱衣服这些是交给有资格的人 你也有资格 我没有资格 Stanley最有资格 两位都有资格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真是很怕 差张家辉少少 相当劲 差点点 他说的不关我事 我没有表示同意 很热 是 所以可以快一点 我背着在出汗 差你多少 差张家辉少少 多少少 我想张家辉是十 我想他八度 那你是多少 你呢 他是九 五 只有五 最近新闻多多的教主 继跳舞片段 惨成网上频道的隐笑测试之后 这日拍大合照期间 教主另转身向私底 KC和T-Soul点头打招呼 不过KC只是拍手和斥微 后来又做出疑似OK OK的口仍 惹来不少神徒感到不满 直截他的秒嘴表情有欠礼貌 后来教主受访前 大摆OK手势 似乎心情没有受影响了 至于今年人气急升的YT周恩廷 就自爆初入行时 穷到孔的经验 当你穷到尽头的时候 每一分每一毫 其实都很有分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是上回家 然后拍八道通 是不够钱拍去你那个站 然后你就走去 走回走几个小时 我有试过穷到那种的 的level 尤其是做crew 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风光 所以是有感而发 然后当然 最近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 我又在回望自己的人生 另外身为舞蹈总监的麦秋成就表示 宝贝女竟已开学 令她心挂挂 其实女儿今天开学 刚才我在看电话 看到女儿老婆接她放学 很开心 爸爸我想上学 这个我觉得挺特别的 她说她每一天的早上 她就拿一本书给我 爸爸起床 有时我们排舞都很晚 早上想睡久一点 她就不是的 拿一本书坐着 然后不停拍你的面 起床爸爸 陪我看书 起床爸爸陪我看书 因为我觉得有点安慰 那就起床